现在我身边这台车就是丰田的BZXX 也就是丰田品牌旗下 纯电专用平台的第一台电动车 其实我还是很期待丰田能出一台正型的电动车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丰田它用了30年的时间去发展混合动力技术 所以丰田其实在电驱动这块 它是有30年的心得跟积累的 然后它去做一台纯电动车 真正的去跟那些电动车 不管是新势力也好传统品牌也好 开始正面刚了 就好像我们知道有一个隐世的武林高手 他在山里面练了好久的武功了 就什么武林绝学都会了 然后有一天他终于下山了 要跟其他的高手去打擂台了 那究竟他在擂台上面实际表现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就拿到了这台车 基本上就是一个量产的状态 其实外形的部分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多的 是要讲的点 因为这个车其实已经问世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设计还是很丰田的那套 就是看起来它的整体的比例还是很接近一台传统的SUV 因为这样可以保证车里面的空间的表现 前面会说新能区也会坐的稍微长一点点 然后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点 它的两边快充跟慢充它是分开的 那边是慢充 然后这边是快充 然后我在想为什么它预留这么大的一个盖板 然后它里面只装一个充电接口呢 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车它本身就是一个全球车型啊 所以它为了兼顾左舵跟右舵的市场呢 它就左边右边各做一个开口 那么它就全球车呢 就可以共用同一套的车身侧围的模具了 然后行走的部分呢 可以看到它用的是一套RUNFRAFT的轮胎 就是缺气行走啊 所以就说明这个车没有被胎的了啊 它不是防爆缺气行走轮胎 它其实一点都不防爆 该爆还是爆 戳了钉它还是会漏气 只是说漏完气之后呢 它还能够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时速 80左右啊 平稳的让你开到下一个可以换胎的地方 或者开到服务区 就不是说这个胎 当它真的是不会爆的轮胎那样用就OK了 但是它扎了钉还是废掉了 对啊 扎了钉能补的 但是这个胎币如果走的太远的话 其实也是废掉 所以其实RUNFRAFT轮胎 它的使用的成本还是蛮高的 但是就是在爆胎的那一瞬间可以保命 你就等于又给这个车上个保险 是吧 20寸的轮子 然后看到它刹车盘呢 很细节啊 它是一个通风刹车盘 并且它通风刹车盘里面的那个法兰盘呢 还有一些小小的洞 这样子呢 就可以让这个冷空气从这边进去之后 从这个洞往外跑往外跑之后呢 再通过外圈的散热鳍片把这个热量带走 那这个设计其实是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 让这个刹车的热衰退表现可以更好一点 这个设计我在其他的丰田系的燃油车上面是没见过 可能确实因为丰田的电动车车身重啊 然后它动力也相对好 所以就需要用到这样的一个设计了啊 B6X的尾箱还是挺大的 打开这个盖板呢 就这边有一个可以放一些应急的充电线啊 之类的这个小组合 然后这边应该就是 现在这个四装车啊 它拆掉了这个遮物链 按理说这个形状就是把这个遮物链可以很好的 收纳在这个地方 那这些设计的细节呢 其实就是一个传统的品牌啊 它会注意到这个尾箱的一些细节的功能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1500瓦的往外输出的电源 就1.5千瓦啦啊 就是你可以用一个电磁炉 或者用一个什么样的外部的用电器 就可以通过这个车作为一个移动的充电宝一样使用了 其实这个设计还是很常见的 尤其是那些日式的品牌啊 他们会觉得说啊 一个电动车其实就是一个移动的电源 所以一旦遇到一些什么紧急的状况呢 它就是一个可以对外供电 保障人民生存的这么一个电池啊 一块行走的大电池 所以有一个对外输出的接口 这个是OK的 其实这个车的内饰给我的 惊喜还是蛮大的 首先它是那种层次很丰富的设计啊 它仪表盘呢放在一个比较远的位置 但是同时呢它又不是单独一个平方在那边 我还有一个这样的支架啊 作为你说装饰也好怎么样也好 反正呢就是让你的人的视线 是可以通过这个支架的内侧呢 有一个引导的作用 让你可以聚焦去看这个屏幕的 而且像这个屏幕放的比较远 比较高的位置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基本上就可以盯着路面 然后用余光稍微往下面一瞟 就已经能看到这个仪表了 所以这个设计还是蛮不错的 不过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方向盘的上沿呢 是有挡到这个仪表的一部分 所以为什么这个车的本体 就应该是用那个异形方向盘 那异形方向盘没有上面的那条杠 所以开起来不管是转向的爽的感觉要 还是说跟仪表的这个位置关系也好 也会表现得更好一点 然后在这个方向盘上面 有超级多的按键呢 现在电动车都追求 把这个按键能剪就剪 但是这个B6X就反套路操作 整个方向盘都是按键 你看多到哇 也有好几个电视油红的嘛 电视油红的不适用的车一样 哇挺好的 然后中间的屏幕这一块呢 就是很常规的啦 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平面一点点的东西 然后它会将很多的功能呢 都隐藏在中央通道的这个位置 这样子看起来会更工整一点 但是呢打开就没有乾坤了 比方说像这里 它是有一块无线充电板的 很多的USB充电的接口呢 都放在了这个地方 而且它这个盖板还做了一个小小的透视窗哦 很多的无线充电板呢 你就裸露在外面 然后外面又晒呢 你的手机就会越冲越烫 但是多了这个盖板呢 手机发热会没那么严重了 然后杯架呢 是用这个可以滑动的扶手啊 藏在这个地方的了 然后再可以打开 后面还有一个储物格 那我觉得这一块的东西真的是特别特别像 丰田的一台汽油车的表现哈 然后它的换挡的机构呢也变了啊 之前从来没有在丰田车上面看到这种旋钮换挡 而且它这种旋钮换挡啊 不是说你这样子拧就行了 因为这样子有可能有一个误操作的可能性 它现在呢是做到要往下按 然后再拧 往下按再拧 往下按再拧 或者这样往下按就是空挡 然后P挡在这个位置 所以就是结合了旋钮换挡新鲜的使用体验 然后呢又会让你减少误操作的可能性 那这个还是丰田在做这些 小创新的时候它想的东西还是蛮多的 然后这些按键就没什么好说了 反正这个车呢 它的设计就特别特别的很有突破 很新颖 但是它还是用传统的汽车的方法 你看这个空调啊 很多的实体的按键 是吧 让你在使用的过程里面 不用过多的去改变一个驾驶的习惯 就是你是一个汽油车的用户 然后进到这个车厢里面会发现 除了开起来没有声音之外 其他的东西跟自己的汽油车是很像的 哦 咦 这里有个出风口吹脚的 没有了手套箱 就多了这个就没有了手套箱了 估计是这边有一个气囊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气囊 然后占了位置了 但是这样也好 腿部空间会比较大 像我的飞柱就这样一个大斜坡下去 然后我的腿就很多位置可以放了 去到后排就感觉不到任何电动车的气息了 就好像这个就是下一代的RAV4的内饰一样 而B6X的后排坐起来就真的就是一台很丰田的车 而且它感觉这个地方有特意的把它加厚加软 所以就是屁股 这样子压到底的时候就会感觉 有一个很舒服的多了一段支撑的感觉 反正坐起来挺好的 哇 没有天窗的电动车好评 最好不要给我天窗 一个电动车给我一个天幕 本身电动车就已经热的了 还要给我一个天幕 晒到我偷秃了 哎 大家后面才看得到 它这个阅读灯是一条这样的灯带 我们看一下 迪欧也没有想象中好看的 我以为是一条这样亮的 遮阳板这里还有一道延长的 第一是可以在这边可以挡到位 第二是你在侧面的时候也可以拉长 哎 刚好连这一小段段都挡到了 好了 这个场地虽然说项目比较有限 但是好就好在 有三个车都可以试一下 那第一个车 当然是所有的品牌做电动车绕不开的 一个标志性的产品 特斯拉Model 3 另外一个是传统品牌 比较有代表意义的一个ID4 Cross 然后另外就是DCSX这个车 那这个场地里面开完 我会大概都简单来讲讲 三个车在这个场地里面 一些试驾的感受 那我会分三个维度来讲 因为这些都是电动车 那么就分成电动车三块 电就是说它的电驱系统 还有包括一些充电等等基础设施 一些关于电方面的使用体验 然后动就是这个车的动态部分 就是这个车作为一台车 它的静态的部分 包括做工等等的这些方面 那首先来说特斯拉吧 特斯拉其实它的平价 在几个维度里面分化 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 再加上它在中国也有很多的超充装 它的基础建设做得很好 所以它在电方面的使用体验 确实是最好的 但是动的部分很有动力充沛的感觉 同时你做一些细腻的踏板的动作 它还是能够给到你一种相对比较细腻的 加速的体验 然后操控的部分 其实它的转向是真的做得非常的贼 非常像跑车 你稍微动一点点方向 一进去第一个装第二个装 哇你就会有这种感叹 如果你没开过特斯拉 完全会觉得说 这个车跟其他车是完全不同维度的东西 这个就是特斯拉想做的 而且它也很在行 去怎么样 像一个车的调教调出来 你开完就会觉得这个车就是在市场上面与别不同的东西 你找不到另外一台车是跟它可以相提并论的 这个就是它动的部分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魅力的 然后车的部分 首先特斯拉的做工就是大家一直都诟病的 然后就其实我不喜欢它人机工程学 座椅不是特别舒服 后排改善了一点点 但是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前半的座椅呢 其实如果你长期开三到四个小时 其实腰也会很酸 但是无所谓 因为反正电动车三到四个小时连续驾驶怎么着都得充电的了 然后就是噪音也是这个车的一个小小的问题 那然后就说这个IDZ Cross在电的部分 我不觉得说它有特别特别厉害的东西 虽然说它是用一个纯电的MEB平台 但是它从能耗从功率密度这些方面的做的还是相对保守一点 可能对于传统品牌来说 它要做的整个系统的冗余要多一些 系统冗余多 那就意味着周边搭建的东西就要多一些 再加上其实它充电方面的体验就是中规中矩吧 所以其实电的部分它的评价不是特别高 然后动态的部分 它还是太像一台传统的大众的汽油车了 开起来是有一点点油腻的 指向不是特别的精准 在绕转的时候手部动作要非常非常的大 可以适合慢悠悠的在城市里面代步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在这个车上面找到那种心动的激动的感觉 找不到 然后在车的部分 就是其实我特别喜欢ID系列的设计啊 就是这种家族式的特征 有大众的那种客制的感觉 但是又有一点点的科技感跟设计感 我觉得OK 就是内饰里面的可能多一些硬塑料啊 会让这个车厢的内饰 但是廉价感会稍微突出一点点 这个就是这个车的 电动车的三个部分 我会觉得电的部分不如特斯拉 动的部分不同的取向啊 这个还是更偏向于斯文一点 不会那么激进 然后车的部分很明显要优于特斯拉的Model 3 然后就来说说BTSX 它的电的部分呢 其实基础建设呢 当然它没有起来 但是我还是基于对丰田三电系统这么多年的一些安全性 还有在电控方面的表现呢 我还是会给它挺高的分数 然后是动的部分 BTSX这个车开起来给我的感觉呢 是有点惊喜的 你看着它好像一台SUV一样 但是它的转向的响应性竟然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绕装的时候 它的整个车身的跟进是很及时的 不像是在开一台SUV 相对来说呢 特斯拉给人的感觉是很惊艳的 两个弯机震慑住你就说哇原来这是特斯拉 然后BTSX的那种感觉它是优秀 但这种优秀呢是意料之外 但是又是情理之中 因为电动车它先天就有低重心高刚性的一些优势 再加上丰田在电动车上面的这个调教呢 也会让这个车的表现 哦好像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然后车的部分就是刚刚大家也看过 它的内饰的用料设计啊 做工啊空间等等方面 这个就是一台很有丰田底蕴的车 所以作为日常的代步车 它作为车这个角色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在BTSX这个车上面 我对它的电的部分的评分呢 可能就介乎于特斯拉和ID4之间 动的部分也是介乎两者之间 但是车的部分是三个车里面 给我的感觉车的分数是最高的 所以大家可能一开始看到这个BTSX 就只看它的续航 只看它的电机的输出 然后再看它的那个预售价 好像觉得这个车好像没有ID4 Cross 或者ID4那么的值啊 但是其实简单的开开 短暂的体验完会觉得其实这个车 确实是物有所值的 所以大家如果也想买一台 自己信得过的品牌的电动车的话 那么这个BTSX大家可以去试驾一下 可以去感受一下的 陆阿佐这车不是有个异形方向盘的吗 其实那个异形方向盘 因为现在它的是个工程样车的阶段 很多素材都不让拍 所以本来还在纠结要不要讲 但既然你都已经Q我了 那还是简单分享一下这个使用体验嘛 其实还是蛮神奇的 首先这个方向盘 它在速度上去之后 比方说四五十之后啊 它的这个转向比例呢 跟一个普通的圆形方向盘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折合 你要打个一点多圈 才能够把这个方向盘打满 但是因为你速度起来之后 你是不可能把方向打满的 是吧 比如坐坐高速的一个变线啊 啊然后转弯了什么的就OK 它的转向比例跟一般车一样 所以速度起来之后 这个异形方向盘开起来 就是跟一个普通方向盘没有区别 真正区别大的呢是这个方向盘 等它的车速降下来之后 比方说你在车户挪车 应该是二十多公里的时候 它的异形方向盘已经用到一个最小的转向比例了 就是你这样子握住方向盘 这样子已经打死了 打死了哈 前轮的转角呢已经可以做到最大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绕装 变线啊 这个时候你的手上的动作是可以很小的 然后包括掉头当然也不用说了 包括你移位啊什么的 入库啊就是这样打打死 再打死再打死再打死 好好玩的 所以这个方向盘确实是一个化石带的东西哦 它跟特斯拉的那个Yoke又不一样 是一个常规的转向比例 但是只有39点可以握得住 所以你在轮方向的时候 除非你的操作是非常非常规范的 但是我不认为每一个车主 不管你是开特斯拉还是开丰田 你的方向盘的操作 不一定是能做到这么规范的话 那它就会是一个非常手忙脚乱的状态 但是丰田这个方向盘就不会了 你只要握着39点 你任何时候这个方向盘都不可能打 超过要交叉手的这个位置的 所以这个就是丰田的异形方向盘 跟特斯拉的异形方向盘 最本质的区别就是丰田通过转向比的调教 让它能够达到不用交叉手 才能够发挥出这种异形方向盘的最大的优势 好吧 好了 就差不多讲完这个 我觉得今天信息上还挺丰富的 但是还是希望这个车最后量产之后 我们在日常的马路上面再去试试这个车 最全面的一个表现吧 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 那说亚洲你喜不喜欢这个方向盘 可以的我 其实挺好的 但是我希望这个方向盘呢 就我很贪心了 我希望这个方向盘是能够放在一台 运动技能更好一点的车上面 喜欢这种方向盘的操作手感 包括它的转向的主力的调教也做得很好 但是放在一台SUV上面 就是轻远机是不错的 它很有机味 然后口水机也很不错 它的那个口味很香辣 我喜欢 但是你拿轻远机去做口水机 这件事情就浪费了机 又浪费了口水这个做法了 想象一下10年之后的864这个方向盘 是个什么样子 那就很香啊 哈哈哈哈 是你想想 如果864这个方向盘 是吧 你飘移的时候 原地 你飘一个定源 你看你的方向盘 这样就打 这样反打就打死了 哇 多爽是吧